网上带您关心的是国小金魂 即台北市信义区有男子闯入校园 挟持了男学生 老师奋勇保护学生与男子发生扭打 最新消息请记者杨仁祥告诉大家 目前失声状况如何 好的主播台北市信义区一所国小 今天上午10点45分的时候呢 发生一个不明男子进入校园 并且呢挟持学生以及扑洒不明一体的一个事件 那造成了一名男学生以及一名女老师呢 有轻微的受伤 目前呢都已经送医进行治疗 那刚刚校方呢稍早的时候呢 也出来说明了整体的事件 让我们听听稍早的访问 大约是在10点55分 有一名不明人士闯入学校 学校就马上通知了警方 同时我们也开启了学校的一个 校安的清查校园的一个机制 这个不明人士 他当时他一直 他指明说要见校长 那我就出面去跟他沟通 那他有要求说他要找一个议员 找一个高阶的阵风人员 他是说他什么有申诉 有什么冤屈什么之类的 那我就安抚他 请他把这个孩子给他先 先放下这个孩子 没有我们都不知道 他跟这个孩子也不认得 我们也完全攻击老师 有一位老师上前去制止他 对那他抢了老师的手机 那现在这位老师受到惊吓 我们也现在他也在医院里面 好的校方表示呢 今天这名男子早上进入校园之后呢 随后就被学校老师发现 而老学校当时呢 发现这个状况的时候 立刻召集了学校全校的男老师呢 进行一个搜查 不过呢 那个不明男子呢 一直在学校内逃窜 甚至还用宝特瓶装着不明一体 向学生泼洒 而到最后在12点40分左右的时候呢 被学校老师发现 他夹持了一名男学生呢 在四楼的女儿墙上 然后要求呢 校长跟他过来谈判 而校长呢 在4点40分过来 就跟他谈判 安抚他的情绪 随后呢 警方也赶到了现场 将这名男子制服呢 并带回派出所 不过呢 警方表示 由于这个男子呢 有吸食毒品的状况 甚至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也没有办法进行训问 所以一切呢 他的所谓的 他案发动机 以及目的呢 这些都需要还要等待 等到清醒之后呢 才能进行训问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新星